他是那位計畫的父母 他是那位來救主的子 他是那一位把生命分次給我們的靈 父子靈都是他 但是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是向著主禱告 有的時候我們是向著父神禱告 那所以當我們在唱這個詩歌的時候 像剛才我們唱五十一首 親愛父神我們向主歌唱 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 這一首詩歌的對象是向誰呢 是向父 所以當我們在這兒禱告的時候 可能弟兄姊妹過去沒有發現 或者不成得到這樣的一個交通 這樣的一個教導 所以禱杯祝謝完之後 我們提了敬拜父的詩歌 很多弟兄姊妹禱告的時候 還是說主啊我感謝你主啊 這個時候我們的對象已經轉向父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禱告都說 父啊我們讚 你看 父啊謝謝你的計畫 謝謝你的救贖 你看這個地方講 這裡頭有他 這個他指的是誰呢 他就是指的這位獨生子 這位父所拆來的獨生子 你看 第三節 他今在這個宏福範圍裡唱 在你教會唱詩向你送揚 子也送揚子也讚美 但是何等歡樂呢 他今天不是他一個獨生子在讚美 他有他的弟兄來隨同 與他同享自由向你歌手 我們這些人原來被罪捆綁的 我們原來是不得釋放的 藉著兒子的救贖 我們得以自由了 我們可以在自由的裡面 來向父歌唱 所以你看看我們唱詩的時候 他的對象是向神 有的時候是向神 有的時候是向神 那這是我們波秉聚會 稍微提到一點 說到這裡 就跟弟兄們提一下 我們波秉聚會 主要有這個兩部分 我們波秉聚會 實在說是前面一段 就是剛才我們第二 波秉聚會我們提到這裡 然後下面呢 我們就是報告 後面就是我們第二 信息的交通分享 其實波秉聚會 只有前面那一段 算是我們的波秉 那今天我們 還有第四節 我們再讀一下 約再犯夜保羅和希臘 祷告唱詩讚美神 眾求犯也設而定 那我們再來讀一次 這一次把我們的靈 敞開 聲音更放出來 這個其實每一次聚會 都需要操練 用我們的靈 用靈 最基本的需要就是 口開 口開心就開 心開靈就開 靈開主同在 喜樂滾滾來 好的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再讀一遍 約在半夜保羅和希臘 道道上師讚美神 眾求犯也設而定 他們是在坐肩的時候 上了腳寮手靠 但是呢他們是為主而行坐肩 所以當他們在那裡面 兩個人在那裡交通啊 在那裡啊 訴說啊 漸漸啊 他們這是摸著主的愛啊 他們就在那裡祷告唱喜斯來了 Amen 唱到一個地步啊 這個鎖鏈都斷開了 Amen 這是在使徒行轉 就是說啊 我們遇到怎樣的環境 所以詩歌啊 你看在這個保羅和希臘 他們在環境之中啊 詩歌成了他們的幫助 Amen 好 我們在下面看一下這一段啊 第一段這個是 尼弟兄在初信造就裡面所說的 詩歌的感覺是細嫩 我們請這個弟兄們來讀一下 聖經裡有預言 有歷史 有道理 有教訓 有命令 聖經裡也有詩歌 詩歌難是人最細嫩的感覺的流入 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感覺 還敢不上人在神面前嘗試的感覺 那麼細 那麼嫩 神要我們有細嫩的感覺 一直在聖經裡 神就給我們有各種的事 許多的事 不只有詩篇 有雅各 有哀各 並且在歷史中 在命令裡 有時也加上一些事 連保羅的書記 在他那麼多的道理中 也有一些事夾在裡面 這都給我們看見 神的目的是要祂子民的感覺 也喜樂 我們請慈悲來讀 我們的祖父的感覺是喜樂 是嫩的 是我們人的感覺 有喜的感覺 也有處的感覺 發怒生氣是處的感覺 有的人雖然沒有發怒 但是他的感覺也不一定喜 神要我們仁愛 神要我們慈悲 神要我們憐悲 神要我們表同情 因為這樣的感覺是喜樂 神要我們在困難之中能嘗試 神要我們在痛苦之中能讚美 能稱重神的名 因為這都是喜樂的感覺 而表示 當人愛人的時候 他的感覺是嫩的 當人赦免人的時候 他的感覺也是嫩的 當人赦免人的時候 他的感覺也是嫩的 好 第三章我來讀 神帶領祂的兒女所走的路 是要他們的感覺 越過越細 越過越嫩 越過越嫩 越過越像屍 一個人在神面前的學習越多 他的感覺就越細越嫩 越像屍 一個人在神面前的學習越少 他的感覺就越粗魯 越不像屍 神對於他的兒女 有細嫩感覺的要求 我們不要有粗魯的感覺 粗魯的感覺 粗魯的感覺不是屍 粗魯的感覺不是基督徒的東西 這段是尼迪中所寫的 他對於我們是非常有深刻的經歷 所以他們都說出這樣的話 在這裡面他們就給我們看見 神要我們這個基督徒 一個神的兒女要有感覺 總而言之要有感覺 當然感覺也有兩種 一種是粗的感覺 一種是嫩的感覺 神要我們一種細嫩的感覺 細嫩的感覺 像這裡提到聖經裡面 它有許多的詩 我們知道聖經裡面 在舊約裡面最大的一卷書 就是詩篇 詩篇一共有150篇 那這裡頭有好多的作者 最主要的作者就是大衛 大衛王 大衛王他自己就寫了73首詩歌 在這150篇的詩歌裡面 有許多人的感覺 人對神的感覺 對自己的一些的 他裡頭有一些的讚美 有一些的感謝 這個是不免有的 那另外呢 也有一些的仰望 也有一些的祈求 有的時候啊 他真的在那裡受苦受壓 所以他也在那裡求神 為他來申冤 有的時候他有懊悔 他有悔感 有一天啊 詩篇五十一天 這個是大衛的悔感 實際上是非常有名的 弟兄姊妹回去啊 可以看看 這個大衛的悔感 因為我們知道大衛啊 雖然是一個非常英勇的王 他很敬畏神 但是給我們看見 人都是軟弱 聖經是非常誠實忠實的 人好的地方 他有記錄 人不好的地方 他也記錄 所以在這個 這一卷裡面啊 這個大衛 他有一個悔感詩 因為他借刀殺人 為了要奪別人的妻子 這件事啊 後來他被 責備 所以他裡頭啊 也非常有感覺 他就向神悔感 寫出這樣的詩來 這首詩啊 也是叫許多人 非常多幫助 所以在那個詩篇裡面 你看人 有許多的感覺 遭遇了許多的環境 遭遇了許多的環境 遭遇了許多環境 遭遇了許多環境 但是我們有沒有什麼感覺呢 我們有沒有一些在靈裡 從主而來的一些的感動 一些的感覺 這些啊 都是需要我們 常常在這裡有這個操練的 或是說給我們許多的環境 我們經過了許多環境 有苦有樂 快樂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主在哪裡 難過的時候 主也被丟到我們腦後 始終主都不是在我們的心中 有那個分量 那我們常常啊 對我們所遭遇的事情啊 我們都不會有這個 靈裡的感覺 所以就要準備 神何者盼望我們啊 在靈裡是有什麼